假如你半夜开车遇上鬼 千万不要怕 只需一脚油门 躲上去 然后恭喜你 现在可以跑路了 原因很简单 因为没有你的同意 鬼进不了门 但眼前这个小萝莉 却选择了直接开门 手动邀请 这又是为何呢 这是今年新番中最真实的动漫 因为主线剧情地点 全部取自日本现实中的灵异圣地 主角团是二男一女 女二是病骄 做的一手好死 组个CP 不是带你去见鬼 就是送你去吃习 谈恋爱主打一个浪漫 至死不渝 而女主是个未成年 别看他人小 却是个智力武力 双爆表达飘输极辟 主打也就一个字 猛 太平间嗷一嗓子 谁怎么敢给我站起来 而男主则是个大渊重 柯南2.0体质 到哪儿 哪儿撞鬼 不去作死灰 不去降妖除魔 属实可惜了 于是 小夜宵带领 克免小分队 当晚又攒了个局 选址很简单 只要让你大渊重 手拿小钢被 悬于地图上空 接着疯狂默念鬼鬼鬼之后 一番灵魂指引 想撞鬼 一撞一个准 然后 这是日本著名的灵异圣地 S隧道 建成50年来 灵异事件频发 据升天目击者传闻 有见过浑身是血 来回飘荡的白衣女飘 有时不时就横穿马路的宝妈飘 有只爱在倒车镜中出现的 隧道版真子飘 还有专爱倒挂挡风玻璃 四丁四季的倒挂飘 甚至还有一双贼喜欢穿墙逮人的手飘 所以夜内人士称这里为 最恐怖隧道 危险程度 S级 但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 为了提高刺激程度 主角团决定用行走的方式撞鬼 而人才引大了青霉 一边走还一边记录 但头顶一滴水 却让他熬一嗓子差点飞身 而被迫上道的男主 虽内心慌的一批 但在感觉到女友小手牵上之时 内心各种暗爽 以为他在求保护 可以回头 女友近在百米开外 那么刚才 小月小一眼看出猫腻 雷霆出击 但那怂飘逃得比狗快 于是仨人决定 换中打开方式 驾车出行 停在隧道中央 手车带飘 可等到几人百无聊赖 也没啥一场 但临媒体男主 却先感应到了一丝不明气息 接着一抬头 果然后视镜真子出现了 但他猛一回头 车后啥也没有 风批其美一听 兴奋的赶紧倒车 准备就近撞鬼 可下一秒让小队集体惊呆了 哎呦我去 道瓜飘也惊献人间 却不料 小月小竟直接一脚油门硬钢 这波操作不止队友 就连阿飘也给整不灰了 他妈撞人是犯法的 你知道吗 而小月小一本正经的表示 我就是想看看 阿飘被撞后会有啥反应 他预测了三种结果 要么穿车而过 要么当场拼车 再者就是远地撞飞 结果很明显 道车飘只是在玩精神摧残 俗生吓死你 你不开门 他根本进不来 所以这就很简单了 鉴于上钩 小小关门放狗 啊不 放男主 拿着人偶 对着车里就是死劲儿怼 终于不负众望 偶到飘来 打完收工 单抓鬼 真的这么简单吗 累了一天的男主回到家 根本都不知道 自己已经被飘给盯上了 等到男主睡着 道瓜飘一看 他们爆手的机会来了呀 当场倒挂 垂下长发 然后一把捂住男主口鼻 就来了一招刺挂 东南枝 漂亮 男主竟然吼一句 有本事你去找小小小啊 一起同时另一边 大师小小小也发现 这老baby还挺能整活啊 原来倒挂飘 早已利用幻术 外加一个普通飘做替身 骗过了大伙 趁机对口粮下手 一想到此结妹花 果断返回男主家 小小小小则则主动单刷 一推门 倒挂飘还打算没开二度 用幻术替身迷惑对方 用人偶摆脱束缚 接着顺势而上 然后同样不讲 伍德一把 抛下对方两个毛 一番行云流水 就carry了全场 接着威胁对方 教会人质 哦家伙 这神情举止 大扫都得喊一声 姐姐威武 倒挂飘瞬间破防 赶紧照做 接着哭唧唧的跪求 对方放过自己 但小小协却表示 人一人 想要杀 今度 漂亮地域空荡荡 女儒在人间